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演讲希望与大家交流使用Gemeter进行IoT测试的心得 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 首先介绍一下IoT测试的一些背景 接下来将重点分享我们如何使用Gemeter进行物联网协议MQTT的性能测试 为了支持大规模的MQTT连接测试以及消息吞吐测试 我们开发了适用于MQTT场景的开源Gemeter插件 并针对Gemeter在性能方面的一些瓶颈进行了相应的改造 最终可以支持千万级别的测试规模 最后 针对IoTDB进行性能测试 也有一些不算成熟的想法 也希望与大家探讨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IoT测试的重要性 IoT测试面临的挑战 以及为什么我们选择使用Gemeter作为测试工具 IoT测试的重要性跟IoT行业的增长是分不开的 最近几年 物联网设备规模处在一个爆发式增长阶段 这些设备产生的数据体量 也将从移动物联网时代的TB级别 扩张到TB级别 甚至是EB级别 搭建于海量设备与数据之上的 是更加负责的复杂的物联网应用和服务业务逻辑 像运营商 整车企业 传统制造业等行业 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 对物联网数据的采集收集有广泛的需求 另一方面 对物联网应用平台的搭建也有着大量的需求 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 物联网测试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个测试不仅仅是功能方面的验证 还要对应用大量接入设备时的性能进行验证 性能测试可以带来的好处 一个是为评估物联网系统提供依据 从设计指标和扩展性和靠性多个维度加以验证 另外 性能测试也有助于物联网系统的优化 帮助尽早发现系统的性能瓶颈 提供调优的建议 再有 性能测试还可以辅助容量计划的制定 为未来的扩容提供参考 那同时 机遇必然也伴随着挑战 无论是体系架构 网络形态 还是通信协议 物联网与互联网应用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物联网系统接入设备量大 协议多样化 集成架构复杂这些特点 都使得在物联网上无法直接沿用 物联网应用的传统测试方法 比如说 海量设备这个特点 像Jemeter 它本身已经是一款非常出色的性能测试工具了 而且也已经被大量的使用于web应用的测试上 但在我们试着用Jemeter 来做物联网相关测试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像我们公司有一款开源的 物联网消息服务器产品 可以支持超大规模的MQTT连接和消息吞吐 最新发布的版本已经是达到了一级的连接数 和千万级的消息吞吐数 那直接使用原生的Jemeter 它能测量的 它能测试的数量级和我们这个产品能力之间 就相差了好几位数 这样就难以满足我们的压测需求 再比如说协议多样化的挑战 物联网自身的特点 决定了它的消息传递和传统的 物联网场景是有差异的 从而也产生了多种的物联网通信协议 如何满足主流物联网协议的支持 是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 后面我们会具体展开 分享一下一些实践经验 那回到为什么选择Jemeter 作为测试工具这个问题上来 刚才已经提过 Jemeter是很优秀的测试工具 而且是开源的测试工具 它拥有APA其开放强大 国内的社区基础 连带速度非常迅速 本身它也内置有HTTP HTTPS TCP等常用协议的测试实现 当然更加优秀的是 Jemeter它拥有灵活的扩展机制 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 去增加多样化的互联网协议的支持 我们实践中使用的测试场景 有的简单 也有的复杂 Jemeter它提供了一整套的测试组件 和故意界面 通过组合 这些组件 极大的简化了我们测试场景的创建 另外Jemeter是用Java语言编写的 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它自带跨平台的特性 所以基于这些特点 我们选择了Jemeter作为测试工具 虽然后期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 来提升它的水平部署能力 但还是非常得益于Jemeter本身的强大 特别是Jemeter的扩展能力 让我们得以用它的扩展框架 开发出一系列的互联网协议插件 比如MQTT Code Lightweight M2M等等 以此来丰富我们的IoT测试场景和测试能力 这里再来简单看一下Jemeter 这个截图就是Jemeter的工作区 左边是以树状结构呈现的测试场景 右边是组成这个测试场景的各个组件的具体配置 它底层的数据文件是后缀为.jmx的xml文件 也是树状结构的 Jemeter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虚拟出多个并发用户 向备测应用同时发起请求 从而模拟出期望的压力值 为了模拟各种复杂的场景 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组件 比如说可以并行运行来模拟多交易的线程组 比如说用来组织测试逻辑的控制组件 像循环控制器 事物控制器等 再比如用于从背测应用进行通信的取样器 以及收集取样器数据的监听器 再比如对背测应用的响应 进行断言判断的断言组件 那Jemeter的使用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PPT的最后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源链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接下来就从实战的角度来聊一聊 我们是如何改造并使用Jemeter来测试超大规模MQTT连接 与消息吞吐的 可能大家对MQTT都有所了解 MQTT是互联网界相当有分量的一个通信协议 说它是互联网协议的王者也不为过 它特别适用于互联网带宽受限 网络不稳定 数据不可知的环境 为什么这么说呢 MQTT拥有简洁紧凑的报纹 实现非常简单 像消息头部最小只占用了两字节 而且不同于传统的客户公安服务器模式 MQTT是基于发布订阅模式的 这种捷偶方案就不再需要通信双方同时在线 MQTT还有不同的QOS服务质量等级 QOS0发送后不关心是否送达到对方 QOS1包含简单的重发机制 确保消息至少能够到达一次 而QOS2包含更复杂的机制 确保消息送达到对方且只到达一次 这三个QOS等级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网络环境 另外MQTT还通过新跳包实现了保博机制 也有是否清除绘画 是否进行消息保留 retain the message 等等机制 来降低不稳定环境的影响 因为MQTT的发布者 与订阅者不需要直接建立联系 既可以有多个发布者向一个订阅者发布消息 也可以有多个订阅者同时接收一个发布者的消息 这些发布者与订阅者之间 有称作broker的服务器 来负责所有消息的路由与分发 这个路由分发是通过主题topic来完成的 比如发布消息到temperature这个主题 broker会转发到所有订阅了temperature主题的订阅者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图中有一个broker集群 包含了若干个broker节点 broker集群相对于单个broker而言 可以应对更大的设备连接和数据喷吐 这里的很多个设备 是作为发布者的角色 另外的一些设备是作为订阅者的角色 每条消息都有它对应的主题 也关联了相应的QS服务质量 这一页中是几种比较经典的MQTT 发布订阅场景 有fan out fan in 一对一还有转发 这个是fan out场景 一个发布者发布消息到某个主题上 多个订阅者都来订阅这个主题上的消息 这个例子就很好举了 像我们都关注了ALC北京的公众号 那每次有新的文章发布出来 大家就都会在微信里面接收到 第二个是fan in的场景 跟前面的fan out反过来 多个发布者发布消息到某个主题上 一个订阅者订阅这个主题上的消息 比如说汇集数据 做一个sum average或者max之类的聚合操作 就是一种例子 第三个是一对一场景 一个发布者发布消息到某个主题上 一个订阅者来订阅这个主题上的消息 其他的发布者和订阅者 也是以这样一对一的方式进行消息通信 这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第四个是转发场景 比如有大量的接入设备 上面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最终希望把这些数据落到消息队列中 但是消息队列适用于少量 接入大量数据的场景 不擅长直接处理大的接入量 那么在实际场景中 可以先由MQTT Broker 接入设备接收数据 再通过桥接等方式 发到消息队列 由消息队列 后续继续转发到具体的应用 进行处理 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 在一个以MQTT作为通信方式的 实际互联网环境中 Broker的消息吞吐能力 对整个应用场景的性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们对MQTT的性能测试 目前也是主要集中在对Broker的消息吞吐能力的测试上 前面说过 如果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那两张GEMET的扩展框架 我们自己就可以造出MQTT取样器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开发的MQTT GEMET插件 名字很纯朴 也很直观 就叫MQTT GEMET 这个插件包含若干MQTT取样器 其中最主要的四个取样器 分别是用于连接 断开连接 发布和订阅 灵活的组合使用这些取样器 就可以模拟多种MQTT测试场景 复杂场景也是可以的 这个MQTTGEMET插件 是Github上的开源项目 也欢迎大家贡献代码 连接取样器 主要用于模拟设备 向MQTT Broker连接的行为 连接可以被后续的发布 和订阅操作复用 也可以仅作为背景连接 来模拟大量设备接入的场景 这里的连接取样器中 涵盖了MQTT连接的主要属性 像心跳发送间隔 连接重视 Clean Session都有支持 还有连接的认证信息 以及TCP SSL等不同的连接方式 断开连接取样器 顾名思义 就是断开先前建立的MQTT连接 发布取样器 向MQTT Broker上的指定主题 发送消息 消息内容可以自定义 或者有插件生成 可以设置QoS等级 可适合保留消息 订阅取样器 订阅取样器从MQTT Broker上的 指定主题订阅消息 同样的可以设置订阅的QoS等级 并且还可以指定取样的方式 是按时间还是按接收到的消息数 我们再以之前提到过的 一对一的发布订阅场景 作为例子 看一下使用MQTT Geometer 构建的脚本 脚本中包含两个线程组 分别模拟发布和订阅的行为 也就是这里的Tub和Sub线程组 Geometer中的线程组 可以看作是虚拟用户池 其中的每个虚拟用户 都会去执行相同的D任务 Tub和Sub两个线程组之间 是并行的 这样与实际情况更为相符 Tub中的每个虚拟用户 先于Broker建立连接 连接方式支持TCP SSL WS就是WebSocket 还有WSS 就是TOS之上的WebSocket 这里为了确保 每个连接都有 独一无二的ClientID标识 我们使用了现成号与机器名的组合 作为ClientID 像这里的$大括号部分 就是Geometer的函数 ThreadNum和MachineName 分别是Geometer内置的 获取当前虚拟用户的线程号 以及获取机器名的函数 为了模拟所有虚拟发布官同时发布消息的行为 在连接完成后 我们加入了一个测试活动 用于等待所有虚拟发布官都完成上线以后 再触发后面的行为 接下来就是通过循环控制器 加入发布许样器 TopSampler 来模拟大量的发布行为 这里是通过吞吐量定时器 来控制发布的速度 这样每个虚拟发布官都按照预期的吞吐 向指定的主题上发布消息 这个主题中也包含了机器名部分和现成号部分 因为我们是模拟一对一的发布订阅场景 所以需要确保每个发布连接都有对应的独立主题 Sub线程组也是类似的 先建立连接 然后有虚拟订阅端 循环订阅指定的主题 这里的主题和虚拟发布端是保持一致的 这样只要使得 Pub线程组中的虚拟发布端 与Sub线程组中的虚拟订阅端 能够模拟并发相同的数量 就可以形成一对一的发布订阅场景 那其他的MQTT场景 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来构建脚本 主要需要考虑的是 不同的场景下 发布端与订阅端各自的模拟并发数关系 各自的QoS需求 然后搭配合适的主题 接下来再介绍下 要开发类似MQTT JMIT这样的JMIT扩展插件的一般方法 JMIT的扩展机制还是比较成熟的 首先在项目中引入JMIT的依赖 比如通过Maven引入 最主要的依赖是Apache JMIT Core 其他还有一些依赖 例如Apache JMIT Java Apache JMIT Components等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引入 具体各个JMIT的依赖详情 大家可以通过查看JMIT的原码 或者阅读JMIT的文档来获取 引入JMIT依赖后 就可以开始实际的编码实现 根据业务的需求 我们可以开发一个函数 进行一个简单功能处理 像之前提到过的 获取机器名的函数 可以开发一个Java请求取样器 通过原生Java代码来实现业务逻辑 并且将需要从外部传递的一些值 通过参数与请求一起发送 Java请求取样器的优点 是不需要费时处理界面 缺点也是没有界面 难以实现复杂逻辑 但是如果作为原型开发 或者上手学习JMIT扩展的开发 不实为一个好选择 而对一个MQTT JMIT这样比较完备的取样器而言 它的业务逻辑和界面是分离的 像MQTTJMIT中的连接取样器 它的逻辑实现部分 也就是这里的Connect Sampler 是实现了JMIT库中的Sampler接口 最主要的方法是Sample方法 Sample方法中处理取样式 生成并发送请求 还有接受响应的逻辑 并且会返回Sample Result实例 Sample Result实例中就封装了 当次取样的开始结束时间 响应码 响应内容 等等 后续还会由JMIT框架中的 其他组件进行进一步的 处理和使用 比如说可以通过监听器 将这些信息转发到 专门的处理和展示单元 而界面部分 例如这里的Connect Sampler UI 它继承了框架中的 故意相关组件 其中主要的方法是Config和 ModifyTestElement 这两个方法用于处理界面 与逻辑部分的数据互通 Config方法使得界面 从逻辑组件中获取到数据 ModifyTestElement的方法 则是将数据从界面 传递给逻辑组件 界面代码的开发 是基于JavaSwing的 主要还是个耐心活 一旦完成了插件的开发 就可以进行编译打包 这里也可以使用 Maven的Compiler和Assembly插件 再把生成的架 拷费到Jameter的扩展目录 也就是Jameter安装目录下的Live VXT文件夹 然后重启Jameter 插件就会自动加载了 后续也可以再进行 进一步的调试 以及插件的使用 如果要进行MQTT性能测试 除了有合适的插件外 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前面也提到过 为了适用于大规模的测试场景 需要用Jameter 模拟出大量的并发设备 单台Jameter根据机器配置 能支持的并发术有所不同 但通常是在几千并发 为了解决 单击Jameter并发量上不去的问题 Jameter它也是提供了 分布式部署的方案 子网中有一个Master节点 以及多个Worker节点 Master节点负责测试的调度 和测试任务分发 各个Worker节点 接收Master发出的控制消息 向被测系统发压 并且把测试结果数据 回送给Master 通过分布式的方式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提升测试的并发量 达到几万的规模 但是如果希望模拟更大的设备 接入Jameter的原生分布式方案 如Keeper以及消息队列 发送到各个Worker 并且接收Worker的反馈 测试数据则搭建了 单独的流适数据引擎来进行处理 通过这样的方式 大大减轻了Master的压力 可以支撑更大的分布式 Worker集群规模 另一方面 我们还把测试执行单元 打包到了容器中 这样既方便对Worker集群 进行水平扩展 也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 比较容易的将测试执行单元 迁移到K8S集群上 利用K8S的优势来提升 集群管理能力 这一页展示的就是 我们基于Jameter的MQTT 性能测试方案的核心架构图 每台测试机上都安装了代理 来控制本机的测试执行单元 代理启动后 会主动注册到K8S上 这样测试调度模块 就能从K8S处 及时的感知到 测试机的状态变化 测试提交后 调度模块通过K8S 和消息对列 与各个测试机代理通信 下发测试指令 并且接收测试机的反馈 而测试机代理获取到测试任务 分配后 就会调度起 5个或者多个的测试执行单元 对对测系统同时发压 每个测试执行单元 都是一个运行在容器中的 JMeter 上面安装着我们的MQTT JMeter插件 JMeter产生的数据 并向到了独立的流逝 数据处理以前 它通过并行的 多层级的方式 对测试数据进行 过滤 汇集 计算 合并 最终是写入了 持续数据库中 为了使整个方案更加完备 我们实际上还外接了 可视化工具 以图表的形式来呈现测试报告 另外还接入了日志处理 用于记录请求和测试中的相关日志 以及监控工具 用于监控测试机和被测系统上的资源使用情况 这页的架构图 是基于传统的虚机或物理机的方式 来部署测试机集群的 那如果要将测试机集群 迁移到K8S上 虽然测试机代理的逻辑需要改动 这里的测试执行单元 仍然是可以服用的 下面我们分享一个 用上面介绍的方案 进行MQTT性能测试的实战案例 测试的场景是这样的 MQTT Broker 使用的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EMQX 出于性能考虑 采用了集群 集群中包含五个节点 Broker集群与测试工具通过VPC连接 测试包括连接测试 以及消息吞吐测试 1000万的模拟客户端 以每秒2万的新增连接速率 接入Broker集群 等所有的连接完成后 开始进行一对一的消息收发 消息大小是54节 其中发布和订阅的模拟客户端 都是25000个 发布和订阅的主题 第一对应 每个发布端 每秒钟发送20条QOS0的消息 相应的 每个订阅端的消费速度 也是每秒20条 也就是每秒消息的发送和接收 都是25000乘以20 等于50万条 发布加订阅 总的消息吞吐量是100万 每秒 另外测试中配置的心跳时间 是300秒 整个测试一共是使用了 40台16核32G的测试机 测试总时长 50分钟 其中消息推出部分 时长40分钟 这张图是 broker端 dashboard的监控的 展示结果 可以看出来 接入量和订阅数 都达到了1000万 并且发布和订阅的消息 也都达到了50万条每秒 第二张图是测试工具端的可视化报告 可以看出来 发布和订阅的吞吐量 都稳定在50万每秒 总共是吞吐 100万每秒 所有的连接和消息发布订阅 都是成功的 后续呢 我们也计划进一步优化 MQTT J-Unter插件 同时提升 流失数据处理引擎的性能 让我们的MQTT测试方案 能够支撑 更大规模的设备模拟量 和消息吞吐 另外一个方向 是对更多 互联网协议的测试支持 比如 HTTP3的底层传输协议 TIC 是非常适用于 互联网消息传输场景的 也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目标 最后的部分 想分享使用 J-Unter测试IoT-DB的一些设想 我们虽然已经有了 MQTT Broker 与IoT-DB集成的一些实践 但是对IoT-DB的测试实践 才刚刚起步 所以这想法可能还不太成熟 就做抛砖引语用了 我们做的MQTT Broker 与IoT-DB 集成方案 是通过EMQX这个消息服务器实现的 它本身支持MQTT数据桥接 具体来说 需要在IoT-DB端 启用MQTT协议支持 然后由EMQX Broker 接入设备 设备发送到Broker的消息 经过Broker的规则引擎 进行MQTT数据桥接 再转发到IoT-DB 做实践化 那在这个机车方案中 我们仍然可以使用 前面介绍过的 J-Unter测试MQTT的方式 来进行性能测试 另外IoT也提供了Java原生接口 支持数据的多种操作 我们也可以基于J-Unter的扩展框架 来开发IoT-DB专属的J-Unter插件 然后再来进行性能测试 因为测试IoT-DB 目前对我们来说还处于探索阶段 上面还只是一些很初级的想法 后面我们还要继续摸索 希望能提出更加成熟的方案 以上就是今天演讲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